法国70岁著名隐姓李察贝里卷入乱伦性侵丑闻 他的女儿柯林贝里·罗德曼控诉父亲 在他少女时期性侵他 为了讨回公道 罗德曼星期四到少年保护警队入口供 揭发父亲的罪行 今年45岁的柯林罗德曼指控父亲 在他15岁时舍稳和性侵他 他的代表律师谢巴布表示 检举自己的父亲对罗德曼来说是十分痛心 但是他必须说出事实 纠正已经丧失伦长的妇女关系 更不能让罪犯逃过法律制裁 并呼吁年少时期有同样不幸交易的受害者 勇敢站出来制裁加害者 勇敢 谢谢大家